大家好,我是锦儿,今天介绍一种低温天气也能快速发酵的方法。 黄豆肥营养全面,种出来的瓜果蔬菜特别好吃。 黄豆泡一夜后,大火煮开在小火煮10分钟,煮完的水不能浪费,把它加到厨余里一起发酵成液体肥。 家里没有合适的容器了,突然脑洞大开,用淘汰的电饭锅做发酵容器,既肺无利用还可以快速发酵。 放入黄豆后加上红糖和M菌拌匀,比例按个人感觉差不多就行,不太讲究。 充分拌匀后盖上盖子就可以开始发酵。 低温天气快速发酵的秘密就是打开电饭锅的保温功能。 电饭锅的保温状态,温度大概是60到70度之间,刚好是最适宜发酵的温度,大大加快发酵的速度。 把它放在有电插座的角落里。 第二天打开,就闻到了酒香味。 一个星期后就长了一层白菌丝。 还有很多白色粘液,发酵成功,可以用来追肥或者做底肥了。 省时方便,适用低温天气的快速发酵,非常不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